我算是哥安企劃的林先生的代表 這是我們今天的請教案 然後哥安做一些東西 OK 我們基本上 目前接下來要做的目標就是 希望第三個階段的罷免 能夠有50%的投票率 那第二件事情 當然就是持續的要推動罷免門檻的下修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好 那 但是 其實跟B計畫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在B計畫的時候有很明確的想法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把它執行好 就可以達到 那現在對於50%其實我們沒有這麼大的把握 所以我們試著做很多小東西 OK 第一件事情我們現在會做的是一些資料的整理 包括所有的新聞資料 還有罷免的理由 我們之前做完整版的 簡約版的 圖片版的 然後 我們蒐集了志工的故事 甚至我們之後 目前會做如果 那個罷免日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準備 倒數的 那個 就是照片 不見得是正媒 然後還有各個插畫家的一些合作這樣 那 For example 大概會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 就是 這是我們 已經有做的 就是 就是 用Google Spreadsheet去整理這些資料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從 呃 Google這邊 API 接種取得這些 資料 然後可以做成像這樣子的 呃 什麼時間點 有什麼樣的資料 然後把剛剛那些資料 我們會陸陸續續的整理這樣子 喔對 剛剛忘了講 就是 1月17號 我們會 所以在那之前 我們會把大部分的資料都整理好 然後 我們會另外辦一場 可以不用 希望大家能夠 根據這些資料來 呃 幫我們想看 有什麼樣的方法 什麼樣讓這些東西 接觸除了網路組群之外 甚至是不是網路組群 怎麼樣去用這些東西 OK 預定的地點 應該會是在 COVC的大旗艦 OK 但還沒有完全確定 那我們會 確定的時候 會再燃燈 然後請大家把這個時間 控出來 希望大家能夠 對 一起來採營這樣子 OK 那下一個就是 呃 剛剛講的 做Hackson 當然大家要有一些 競爭 我們希望 所以我們會 希望做一個類似 攻擊力的排行榜 其中的一項 當然可能就是 你做的網站 或是你做的API 或是你GA的流量 還有的評論 然後之後 或是會有其他的評量 再加進來這樣 OK 呃 另外一個我們希望做的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陸陸續續有在談一些 呃 合作 對 那也許這是一個方法 對 我想這是一個 夠好的新聞點 去 當然他還沒有答應 當然 他還沒有答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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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那這個是一個概念 那我們希望 呃 我們現在有朋友會把這個 request的寫出來 然後有一個基礎的儲型出來 讓大家在Hackson的時候 可以一起join 那希望它是一個 網站你可以在上面 看到記憑的list 那你也可以在FB上面 去share這些事情 目標就是讓 他們發明的投票率可以過半 好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們希望持續推動的 那個 下修發明法的門檻這樣子 那其中兩個重要的點點 第一是2015年的立委委選 也就是陳維廷這次要選 然後以及2016年底的立委選舉 那 我們這個東西 目前希望做法會是 Folk 呃 沃草之前做的 就是民眾有個駭牆 那我們希望再更詳細一點 分選區 湊口會出口 然後選選區 然後去 有多少民眾表態 針對於這些立委的候選人 這個是 他們現在的表態講師全部 然後我們希望Folk出來 然後 以如果是 呃 補選的時候應該就是 三區還四區的補選 的立委 那我們會去 抵 同意出 那希望他們能夠簽署 表態或是表態或是反對等等 那希望 那希望 未來可以把這些事情再擴張到各個不同的 包括政策 立委對政策的表態 然後可以 告訴他 欸這個 對於這個政策的支持 反對的念義 大概是怎麼樣 由下額上去推動 好 所以我們 重複一次 我們先來Action Item 第一個是 Glamic Castle 1月17號 預計會在 COLDC 請大家把時間控出來 我們需要 OK 對不起 開到金融站 然後我們需要工程師 這一次發覺 甚至最後行銷的成員 好謝謝大家